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演员 妮妮·威慧宁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多了 但是你刚刚问我 我立马就想到 是一个我在新疆的经历 有一次去到新疆玩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广场 有一堆小女孩 非常小 她们大概到我腰部而已 然后她们在那边跳舞 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就跑去跟她们一起跳舞 后来呢 有一个小女孩就抱住我的大腿说 姐姐你是老师吗 你可以留在这里陪我们玩吗 然后就问她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爸妈陪 你们自己在这边玩 她说因为爸妈开的是拉面馆 我就问她说 那你们家卖什么 她竟然把他们家所有的菜单 背出来给我听 大盘鸡多少钱 拉面多少钱 加那个蛋 加鸡腿各式多少钱 我觉得真的也太可爱了吧 但后来因为没有办法待太久 我就要离开之前呢 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备忘录 我就让那边九个小女孩 在我的备忘录各画一颗爱心 然后我记得有一对姐妹 她们是三个人一起 最小的妹妹才一岁 那个大姐就说 你等一下我去拉我妹妹过来 她就跑很远 然后把她妹妹抓过来 然后用她的手 压着她的手画一颗 凹凸不平的爱心 现在这九颗爱心 还在我的备忘录里面 我每一次就是 想念他们的时候 我都会拿出来看 我就觉得特别温馨 我特别希望能够 跟台湾的伙伴们分享 我当时候是从厦门的地方 去到新疆 你知道厦门到新疆 要来回台湾七趟 像这样子就是能够让台湾人特别 哇大陆好大 然后有那么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在那边很安全 然后治安也非常好 有非常甜的瓜果 我觉得就是能够让 没有去过的人开开眼界吧 就像这样子一样